游戏不好玩吗 游戏不香吗 干嘛要追女生 我叫青浪 我有个傻逼的有重情 他每天会来吓我三次 不信你等着 3 2 1 嘿 被我嫁到了吧 偷 他乐此不疲 第二次 嘿 我用浮夸的演技配合他的演出 这次被我吓到了吧 嗯 嗯 但是不过三 嘿 有我们有我们有我们 有我们 哎哦 你最欠招的队友是谁 这个 不好说 但他把我揍我了 嗯 嗯 他们可能都想揍我吧 哈哈哈 因为我比较小肥 他们肯定觉得我可爱啊 嗯 西西 因为他很欠揍 长得比我帅 然后 比我好 哈哈哈 阿改吧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他就每次就 过来拍了我一下 就问我 你看我的手 你看我的手 好看吗 哈哈 给我胳膊 他是我们队的全民功底 每天训练完我们都在策划他 我们要抓拨单 我已经跟七七已经穿终好了 下一次要安排他 OZ比较前走一点 填在各个方面啊 他的脸皮是你无法想象的厚 正常人是 假如是两厘米 他是十厘米的那种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OZ 想起来了就是他的脸皮巨厚无比 他自己就借着我们的名义 去要那个妹子的微信 然后还强行甩锅到我们头上 暴风锐吧 因为他老是公众放毒 然后就激起公愤 离开毒去 这种东西大家都懂 不要说出来了 我发现有点尴尬了 给他留点面子 就是到时候就 弄个什么什么什么 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是不要把这段 乱放出去 就是他会在我旁边 然后他放了个毒气 然后开个小电风扇 往我的吹 我简直日息了 以前是为了搞一下他们 活跃一下气氛 我的动机是好的 不要让他一直沉浸在峡谷当中 就是说让他就是呼吸一下清清空气 记一下会这样去看的 对就想欣赏一下自己的 打操作的美心 有 这个赛季的话 我只记得我活文的 我踢了三个 羞羞秀 真棒 直早自己秀的嘛 然后有点坑的就不看 有点秀 666 原来我这么厉害 我怎么这么 哎呀真秀 我这个人比较不要脸 就专门看自己赢的比赛 就解说在台上疯狂吹 很爽 这种感觉 会如果是有些 比赛输的话 自己的原因很多的话 肯定会去看每一个细节 倒是不会去看操作 因为把指挥的众人交给了我嘛 所以我尽量会去看指挥上的东西 所以操作上我看的很少 不会 除非有必要 没意义就不用看 版本不一样了 对我风格也不一样了 这个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吧 就是不管怎么样 别人夸你 你自己可以开心一下 但是我觉得 在你自己心里 你肯定要 你需要去认为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 别问我嘛 对我来说的话 我没没时间 接触不到啊 就是没机会啊 对吧 我比较随缘啊 千里姻缘一线天 游戏多好玩 为什么要女朋友 女朋友有什么用啊 游戏不好玩吗 游戏不香吗 干嘛要追女生 啊 追了也不一定能娶回家 追女生你可能 那个冷屁股贴热屁股 然后到处来 还给了一句女生好了 给了一丢丢小麻烦 我别别别犯错 别犯错 犯过我 动不动就 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脾气 就自己也一脸梦 就一吵架了 男的不知道女的想什么 要女的想什么 也不跟男的说 因为女生太烦了 就是你在打游戏 疯狂给你发信息 有时候还打你电话 嘟了就心态就直接炸脸 她要是主动找我聊天 我觉得很怕 不主动找我聊天的话 我觉得她这个 怎么不主动找我聊天 因为游戏 本身可以带来快乐 女孩子的话 她会限制你的快乐 然后还会卸在你的快乐 甚至关闭你的快乐 新的赛季 新的粉丝留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Esta两连贯 开特功劳战一半 要不怎么她在哪 冠军就在哪 首先这句话呢 第一句话我是不认的 因为冠军是离不开 我们每个教练组 和队员的努力的 但是后面这句话 我很喜欢 我掐指一算 郑郑哥哥有个微博小号 每天在超话里逛 还不评论 不不不我没有 我们赛讯的时候 是把微博删掉的 小号是有的 但是我逛不逛就不知道 请正面回顾一下你的发型史 到底什么才是 你最想拥有的发型 我的发型史 就一直都是这样 差不多没什么变过 说了去年夏天的时候 是一个平头 现在就这种长短天好 暂时很满意 我知道你们经常说 我现在比较胖了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 我已经就是体重在上升了 所以我会尽量控制住 今天晚上小野吃龙下 谁说我们直播没有审美 我不服 我们都不服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自己 来 选一个 我们石头剪刀布 什么是 石头剪刀布 我选口服 挑战 3 2 1 开始 没用了 为什么我这口服我都不会用 我太狠了 我真的是 我一直笑 我的嘴是拉不下来 快把你的嘴巴给我逼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给我给我话这么大 没事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给包围画的过 嗯 我觉得 起码得有个五分吧 我话说的一个满分就 为什么这么吵 因为我们有KPL和黑金联名款 你穿 你也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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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